那花岗村最大的流氓 那花岗村最大的流氓 就是你那个有学问的大侄子 光天化石之下 他居然干过柳枝的手 你再说一遍 我说了咋的 你说咋了 咋了 想攀朱怀川的 是你们家藏柳枝 要不 为啥他关在打瓦办的时候 他叫怀川去送饭 把我大师的半个月的伙食 都给吃光了 挺大个姑娘 简直就是没有羞耻 谁干净 二杆子 我大师说了什么话你 你说话放干净点 有本事 咱们到外面找个宽敞地方 理论理论 我要是在家里揍你 那是算欺负你 走 穿口 走 穿口 走 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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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消气 消消气 挺聪 你大小送个干部啊 放屁 我告诉你 谁敢要是欺负我妹妹 我宁愿这个破干部不当 我要跟他拼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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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是干什么呀 别打了 这都干什么呀 不怕别人笑话呀 湛医湛田叔 你们赶紧回去吧 一边待着去 他们侮辱你 我们是替你出头 你知道吗 不用你们能替我出头 有着打架的力气 还不让地里 多长几个苗出来呢 行了 行了 都别说了 妹子 那今天 就当着大伙子面 表会她 你这辈子 再也不会逃着 朱家里人来往了 我 哥 川青松 你都看见了 到底是谁攀谁啊 请告诉你的妹妹 这样她就别做梦了 朱怀川 是不会娶她的 妹子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展田叔 朱怀川的事 你说了不算 她真是这么说的吗 那还有假吗 你二叔和三叔都听得很清楚 不信您问问 有知识这么说的 不要脸哪 那简直 那话就是说的 让怀川娶她 就是 姑娘家说这种话 真是的 也不看自己姓什么 是 我觉得柳芝说的是对的 这都什么年代了 自己就应该做自己的主 你胡说 你这个逆子 你要敢娶她 我就打断你的腿 这几天打的 尽量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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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做钱自己干啥 柳芝说 朱战舔说了不算 又没说非要嫁给朱怀川 是不是柳芝 爹 爹 爹 娘 我对不住你们呀 说没有关好这个家 我知道 你们闭不上眼睛 可我这个妹妹 我总想贡胆吃贡胆穿 贡胆向高中 可可我管不住她的心啊 爹 娘 你真是说的些什么话呀 你说这些话干啥 咱妹子落到这个穷家 已经够委屈的了 可可我求你了 你就别难过了 爹 爹 我们找队长办事 干嘛还要带上蜂蜜呀 就是 咱们产这点蜂蜜可不容易了 再说 干嘛来送人家 你们懂的啥呀 哪有求人家办事 空着手的 咱们有什么 不就这点蜂蜜吗 就这个 我还怕人家看不上眼呢 我真倒不明白了 咱们放疯子 经过多少副队 您都没提落户的事 这个队 穷得叮当响 反而想在这里落户 为啥呢 对我们来说呀 越穷的队越好 爸 您自本去不行吗 非让我们跟着一块去 要想在人家这里落户啊 不让人家看看家庭成员怎么能行 那多不好意思啊 那多不好意思啊 有啥不好意思的 又不是让您去相亲 爸 瞧您说的 那不是队长的儿子吗 谁啊 队长的儿子说还穿啊 还真是啊 这可巧了 快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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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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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要上你们家去呢 是吗 那我带你们就好了 快穿哥 快穿哥 这是何叶吧 几天没见 都长这么高了 傻丫头穿个呗 怀传哥 我都十七岁了 不要拉把我当小孩子嘛 谭音啊 你今年快三十了吧 没有吧 还真是的 过两年虚岁又三十一了 你这么大 还没娶上媳妇 一会儿我这当大哥的失职啊 大哥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这不就是 有穷字吧 几次说清人家的彩礼钱 咱们都交不上 一说到这儿啊 我就想起咱死去的娘 我答应她 要给你娶上媳妇来 大哥 这事不急啊 不急不急不急 和平啊 你可是希克呀 我怎么是希克呀 倒是天天见 来咱家那是第一回 那还不是希克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俗话说得好 这不是不登三宝店 好 瓜 你这什么意思啊 一点蜂蜜不成敬意吗 和平啊 你都在这儿住这么长时间了 隔三村里人有什么两样 还这么客气干什么呀 是啊 我们在村里边啊 都待了三年了 对对我们十分照顾 我们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这两瓶蜂蜜啊 就给宝山大叔冲着纸咳嗽吧 好 娘 来 好 谢谢嫂子啊 喝茶 喝点水 我呢 也管了 对你们关心不够 也不知道你们放风人 有什么困难没有 困难吗 谁家没有呢 客服呗 我就是 这 我就是有个请求 好 有上升 别客气 说 队里边对我们也不错 也没把我们当外人看 我们就不想再到别处去了 我 我们想 在这儿落货 这事啊 和平啊 你看 你也知道 咱这个村子 穷得叮当乱响 是吧 去年每个人 就分了不到二百斤粮食 这不 这年前 恐怕又有很多人要去要饭 这在天人口啊 恐怕 队长 你就帮帮忙吧 我们老是在外边游荡 这也不是个事啊 别的都好说 这个 这比较困难 好 和平啊 其实 咱村里再困难 也不在乎你们三口人 只是 咱村里的情况你也知道 我说了也不一定完全算 这样 如果庆松同意呢 我这儿没问题 真大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找他去 好 花一二 快 慢走啊 快走 快走 等等我 等等我 姐 有没有看见 队长那弟弟的那个眼睛啊 瞪得跟牛屎大一样 太老笑 别说了 别胡说啊 咱们客举他乡 什么人都不能得罪的啊 我告诉你们啊 这个村子呢 就以这个南北路为界 住在东边的呢 是朱家 住西边是长家 在西边啊 不要提朱家的事 在东边 别提长家的事 你们都记住了 好 常队长 你们来了 叔来了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你坐你坐 我那儿有 坐坐坐 坐吧坐吧 来 来来 来 我还以为 是俩只花蝴蝶飞机来的呢 靳东 别没震惊 没啥没啥 靳东这是说说笑 不说不笑 不热闹吗 来来 和平啊 这就要过年了 你们来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瞧你这话说的 明白着人家找年 那是有大事 我一猜就准 别耍贫嘴 人家和平啊 跟大伙相处得这么好 他要有什么事啊 只要我能办的 一定给他办 好 那你猜猜看 人家 他是想带咱们大队 落 你屁股不成啊 人家和平啊 什么样的村子没见过 哪看得上咱们这穷到家的村子 还真让靳东猜对了 常队长 你看这事 还真这事啊 这事 你恐怕 还得先去找朱队长他们 我猜啊 人家那头啊 肯定一早就答应了 这才退到你这儿来的 你要同意了呢 人家先捞好人 哎 你要不同意啊 那就只有你自己 唠臭头了 何外姑娘 我说对吧 何平啊 朱队长 他真的同意了 没有没有没有 甭管人家同意不同意 你呀都得同意 那为什么 人家一家三口 可都是好劳动力 不会白吃咱们大堆的粮食啊 今儿个 幸亏是高级水 放枪了 这人真神了 总啥都知道了 按你说 他真的会掐钻吗 你这小子 是不是 看上人家和平的大闺女了 瞧你说的哥 是啊 打光罐是苦 可天地良的 这事啊 我还都是为了你好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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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事 不用你操心 可咱们村穷成这样 哪还能再近日 别别别别 看 我的好哥哥 哎呦 庆不了人哪 好哥哥 算我求你好行不行 你要不帮我 那 那你应该抢了去了 姐 看得出他对你也流口水 是是是 你又没好话 哎呀 真的 真的 你看你还帅 是真的 叔 湛英兄弟啊 你 你的帽子 放到我家了 谢谢啊 来 走 队长 别敲了 今天啊 是辣月十三 要饭的人啊 正在护杰集合呢 你不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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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 你也要去要饭吧 嗯 那爷爷知道吗 我知道 川儿 那其实这也没有什么 我正好想出去走走 尝尝花鼓啊 挑点花灯啊 他顺便就好点饭回 二叔 非要这样吗 咱们家这么多人等着吃饭 这些嘴连起来有一尺多长 粮食哪够啊 那 二叔 那我也跟你一起去 川儿 咱们家谁都可以去讨饭 但是你不行 咱们住家要过好日子 将来要翻身 全指着你 二叔 川儿 好好学习 在家好好照顾爷爷 你 娘 你快点 要不人家就走了 不就要个饭吗 不一定要集体行动吗 真是 娘 过了这个年 该十六了吧 娘 你啰嗦的啥呀 赶紧扎上 不然我就赶不上集体了 你都这么大闺女了 还要出去要饭 娘这心里可不过意啊 有啥不过意的 又不是咱一家人讨饭 都怪我这上该死的眼哪 害得我娘 害得要去要饭哪 娘 你还舍不得你去呀 娘 我得去 吃够饭了 放心点啊 自己照顾好自己 放心点啊 放心点啊 娘 娘 我要的饭我就回来 好 桑生子 你这事 干什么味儿啊 干什么就得笑什么吗 这草饭不在乎穿的好闹 那主要是嘴皮子你会说 见了大娘嘴得甜 见了大爷嘴得火 见了大嫂嘴得酸 见了大姐 那嘴得辣 你带着我 我好好跟你学学 我 我啥时候看过这行 不是我跟你说呀 就算一礼粮食不分 我还也照样有吃有喝 你这本事 大兄弟 我就先走了啊 你去吧 不去 同事上班了啊 听我啊 你可不能走啊 人家那个 庆园啊 来人了 同意换情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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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桑生子 好福气啊 有个妹妹 我有个妹妹 我也换了情 免得打光棍 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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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 大兄弟我我就先走了啊 小林呢 队长 你也去呀 去什么去 你这冥冥队长 你带个好头啊 让大家都回去 队长 如今咱生产店 仓库里一粒粮食都没有 你不让大家出去讨饭 那你看怎么办 还让咱们喝西北风吗 喝西北风也不能去 东省王书记说了多少次 这会你也参见吧 这不能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呀 老大 这怎么能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呢 我们是 我们是去宣传社会主义好吗 屁话 说淮阳 盗淮阳 淮阳是个好地方 十年就有九年 有这样给社会主义做宣传的吗 那 您要是还知道我是你哥的 就赶快给我回去 这当弟弟都不听哥的话 那我怎么说别人 您要支持我的工作 知道吗 好 好了好了 大家都听着啊 还记得去年吗 去年出去讨饭 被遣送回来 还办了一个多星期的学习班 这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的事情 我们不能再干了 哥 你就听我说一句行不行啊 去年我们是讨饭队 我们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了黑 但我们今年是宣传队 我们排练的节目 我们给队长排练一下 四人帮真正坏 破坏咱农夜是大宅 四人帮真正愁 非要弄咱们往资本主义道上走 四人是四条狗 要的人们吃饭都 强 别看那战银平常三角踢不出的屁来 这一跳花骨啊 简直是变了人似的 花骨 花骨 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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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霹雳一生争天地 恍惚粉碎四人帮 小女子分尸身穿远 身被划骨走四方 起不咙咚强 发不咙咚强 起不咙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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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咋了 我们宣传队应该出发了 走啊 走啊 别走 别走 走啊 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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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乡亲们 别走啊 别走 清楚你这去哪儿了 你看都要去讨饭了 赶紧说两句吧 乡亲们 乡亲们 听我说完这几句以后 你们带走 今天 你过年 还有十七天了 本一当 是大家操办年货的时候 也是每家 墨白面 割肉 炸丸子 给一家老小 添置新衣裳的时候 可现在 你们就去 要饭哪 解放的时候 我们骂国民党 是他们逼我们出去 逃荒要犯 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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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你们要骂 就骂我们吧 是我们无能 是我们没本事啊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明年 明年 明年咱们就是凭上命 一样让你们大家 在家过个年 走 走 来 咱们跟上 走 走 走 下午我就去找王书记 我们无能 给什么处分由他吧 这么好的水 这么好的地 怎么就不能养活 咱们这些人呢 不知道啊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记得你队长说的话呢 只能规规矩矩 不能乱说乱动 回吧 回吧 华川 要想咱村的人 过上好日子 华川 只有通过考考了 我们一定能够考上大学的 以后我们的家 还会有四大件 每个星期天 都能吃上饺子 而且 我们还让全村的人 都过上这样的日子 要是 大家不选择 去忙 咱们这边 看有多少天 你看有没有 晓鸥 你给你乱扯了 空护士 老师祝贺 祝你们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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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让我回家吧 我一辈子不想嫁人 我只想送你一辈子 求求你了 爹 求求你了 爹 爹可怜你 才雨天天拖到现在 现在你说啥也晚了 人家已经把闺女 送到咱们家了 你不去 你叫爹咋办呢 去吧 听话快 好吧 哥 你把闺女闺女送回来吧 我给你做饭 我找你一辈子 我只要叫你来 对 你说的哪行啊 都怪哥不好 你骂哥吧 你打哥吧 可你不进人家的门 那不行 你找他 他已经跟我了 可是 可是我不能跟他呀 行 人家有什么不好 不就是黑点 买了点 可人家老实本分呢 是啊 男人呢 就是本分老实才是根本 又不是吃萝卜白菜 长大了长高了 还能多吃两顿啊 行啊 你去去吧 行啊 听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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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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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背着呢 好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你是俺妹妹换来给我的 俺妹妹给了你哥 你就得跟我 那是你妹妹愿意跟我哥 哥我不愿意跟你 你不跟俺家 俺家就吃亏了 那是你当活干 我 你你别看我个儿小 我力气比你大 你不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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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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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媳妇 放放放了我吧 谁是你媳妇 不不不是夏儿 夏儿哎呀哎呀 你喊姑姑 我 你这不暖暖暖了备份了吧 你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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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别过来 别过来 我就投资你 你杀我 我就投资你 你杀我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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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人都干了 我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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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要我上哪儿 我就上哪儿 飞 你不要脸呢 你们坏口才没一个好人 哎呀 哎 老家 小朋友啊 小朋友啊 能不能告诉我 珠宝山在哪儿住啊 爷爷 你是跟我们家 送面粉来的吗 哎呦 不是不是 我和你们猪爷爷啊 过去是大仗的老战友 我 我也想去看看他 带我去好不好 嗯 在哪儿 他们家 好 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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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凉去啊 嗯 完了 到我家来吃的晚饭吧 你可喝了点酒 当是你那个兴奋劲啊 嘿 我瞅着呀 就怕要出事 嗯 果然 一个星期不到 怎么这样 嘿嘿 你就给抓走了 哎 哎 我赶紧给你送行啊 我给你到上 哎 都是那个 男警察的老百姓啊 哎 他们喊着 是大胆 是青天 是青天 哎 哎 这一晃啊 二十多年过去了 哎 哎 你这个实大胆啊 哼 还是那个老样子 怎么着 是调过来工作的 哎 哎 哎 这不 我 刚到县委报到 就赶过来看看你 怎么样 这二十年 今天 日子过得还好吧 我 活着呗 咱们可是老战友了 你得跟我说实话 生活固的到底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啊 我不妥底啊 所以我想看一看吧 要是跟书记说呢 我只能说是好 好 而且会越来越好 怎么个好玩 你比如说这现在快过年了 你这家里的年货都准备齐了吗 年货 都有都有了 都有了 都有些什么 不就是面 肉 菜什么的吗 都有 那乡亲们呢 乡亲们家里这过年 年货都备齐了吗 都一样 都一样 好 这样吧 你带我到舍然家去看看好不好 施书记 你要看哪家啊 一家一家多看 咱们一户不落 你呀还是那个老脾气 依着我呀 别看了 江山一改 禀心难移 走 你这家里的人呢 下地干活去了 你这家里的人呢 去 Miranda 人呢 也下地干活去了 走 我们再到那边看看 走 这一家人呢 是不是也下地干活了 我说老战友啊 咱们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好不好 你能不能带我到一户 家里有人的去看看 好好好 那咱们到常老四家去 他家刚娶了二媳妇 你带路 很久不见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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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好 你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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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大娘 您包的这是 你饺子啊 谁呀 你是谁呀 她沈子这是新来的县委书记 我的老战友 县委书记 那可是大官啊 快 您别动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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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 快过年了 我来看看您 要过年了 要包饺子对不对 可这是 泥饺子啊 没有面 也没有肉 就包着几个泥饺子 在这儿放着 还可以用你饺子进神呢 再说了 这神又不真吃饺子 还有 就是一点心意 是不是 老师 老师啊 你不要再看了 我跟你说实话吧 咱村 半数人都出击药饭去了 老人 别人不跟我说实话 我不怪了 你不该骗我了 这个村子都成了什么样子了 再这样骗下去 那是要出人命的 那我们就是对人民反罪啊 老师啊 你听我跟你说呀 去年 我跟上头来的人 说了实话 我说现在咱们农民 舔不饱肚子 讨不上媳妇 一年还要有大半年 靠讨办维持生计 他们回去 把这些情况 都给上头反应了 没几天 出去要饭的人 全给抓回来了 不给救济款 也不给救济款 还要关起来办训 那个日子 大过年的 有好几家 一家人躺在炕上 一整天都没动锅呀 还有的大年三十 又偷偷地溜出去要饭去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都二十年了 我看淮扬的人民 这个日子 不但没有进牧 反而是过得越累越苦了 哎 只有你这个实大胆 敢这么说呀 今年过年 说什么也得让农民 能够吃上一顿饺子 不得了 有好几家人 你这一顿饺子 我不得了 你这个实大胆